张华县政府新任计划处长陈金哲 重视跨机关横向联系 勤勉带领团队发挥最高效率 强化民众对政府的信心与信赖 自从我接任计划处处长以来 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在如何提升行政效率 以及服务品质 特别是地方政府 对于我们民众的一个感受 以及民众最关心的事情 我们作为首长的幕僚单位 更应该用心而且去做好各种协调 这个横向机关之间的协调 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计划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一个所谓跨机关之间的横向联系 如何去提升服务效率 提振民众对政府的信心跟心态感 这是作为计划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施政 一个重点也是作为县长 这个施政上我们担任一个所谓的 一个协助跟幕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 新任计划处长陈金哲 现年50岁 国立中正大学政治学研究所博士毕业 曾任国立中正大学秘书 国立济南国际大学组员专员 台湾省政府市岛 嘉义县政府科员 行政策划方面学经历丰富 卓县长借重长才 其免新任处长能发挥所长 贡献智慧为张化县的未来打拼 公益频道许世长张化采访报导